十二生肖是来自古巴比伦 亦受到古埃及及古希腊所影响的 由最初的蝎子穿了鱼、豹和狗 衍生到今天的中国、南韩、日本、越南、 马来西亚、新加坡等等 现在就由阿Kim带大家穿越时空 去看看大家在2017年的运程和錦囊 就如爱因斯坦的名句 空间和时间并不是宇宙的勇气 假如没有内容的话,它根本就不能存在 2017年为丁有年、火鸡年 太帅为唐杰大将军 范太帅的朋友分别有鼠、鱼、鸡和狗 每年十二个心肖里面仅有四个是范太帅 中国有一些派别,甚至乎有六个是范太帅的 范太帅只不过对人有所影响 可以是变好或者变坏的 总之是不稳定意义的 一如阿Kim既往所说 全球超过73亿人口 怎么都不能够只是忽单单地分开十二类的 而新肖只是用一个地资 即是八字里面的其中一个字 大家参考一下,当是习俗应下节就算了 太帅只不过是木星繞过太阳公转时所产生的磁场 而木星繞过太阳公转一周 大约是为期十二年左右 古人是以这个木星的轨迹 与十二生肖作对应意义的 所以犯太帅的你 是不需要太担心 只要处事,謹慎就可以了 记得,因为在乎,所以痛苦 因为怀疑,所以才感受到伤害 因为看透,所以快乐 因为看淡,所以幸福 人只是天地的过客,随缘 也希望大家将这种正面的思想 严点开去,愿主与你同在 属鼠的朋友,在2017年 你的桃花是非常旺的 有女性的贵人,更加有意想不到的好消息 但是由于桃花过剩 所以需要小心处理你的人际关系 千万不要让感情影响到你的工作和思维 对于属鼠的朋友来说 Akim送给你的感囊是爱因斯坦的名句 The secret to creativity is knowing how to hide your sources 创新的秘密是在于 知道如何将你的智慧藏而不露 希望你有所得着 愿主与你同在